新一轮的新翻也即将开播 本季度新翻的数量相较于去年来说是增长的 但据作方面 本季度可谓是群龙无首 没有什么大的IBC做 可以说算是一个相对稳定的一个月 毕竟本季度连一个有潜力的热血漫都没有 除了一世界就是恋爱 那么非话不多说 来看四月新翻 夜世界魔王与召唤少女的奴隶魔术第二季 关于这部的话 我只想说 他到底是怎么出的第二季啊 这大半可真可谓是夜间奇迹 故事主要讲说的是 男主是一个游戏宅 让穿越界一世界冒险打怪装逼 以及偶尔来点各位观众朋友们都很喜欢的桥段 制作方面从PV来看应该还不错 不过我还是建议各位好宝宝们千万不要去看 转身史莱姆日记 史莱姆的外战人的话 主要讲说的是史莱姆在一世界里面的日常 不同于第二季的黑针残主线 这部作品就真的是在描写那些温馨的日常 没有什么装逼傻的 因此可能对于某些观众来说有点无聊 所以也算是一部粉丝向作品 入肩同学入魔了第二季 观看标题 结果是被父母卖给魔王当孙子 于是开启了入肩同学在学校里面的一系列日常故事 结果按完成之际这部作品还没有PV 不过我还是蛮推荐各位去看的 非常适合各位在学习工作之余一部放轻松的动画 《收莱姆最终记》 《收莱姆又一新作》 《我的青春又要结束了》 《走河传奇是偶像第二季》 18年的年度黑马动画 一部非常好看的偶像搞笑日常戏动画 故事主要讲述的是 女主被大卡车撞到之后并没有穿越而是变成僵尸 另外关于这部作品让我们知道了化妆的重要性 这是这群少女们日常的样子 请看这是他们化完妆之后的样子 这可真是非常的amazing啊 那么接下来是新作的介绍 T恤然后捡到女高中生 故事主标题所言 主要讲说的是男主捡到一位女高中生之后的日常生活 说明本身并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 外线的日常也蛮好看的 更有时不时的福利情节 只可惜基本都被男主给推掉了 但悔就悔在 这个女主的设定是一个离家出走的少女 为了生活下去 于是靠卖自己的身体和别的男生 做某些不可描述的事情 如果接受得了的话 你可能会被这温馨的日常所打动 但如果接受不了 那你就只会觉得这个女主很恶心 所以我也不多说就见仁见智吧 趋于狩猎史莱姆三百年 不知不觉就练到了满级 不是 你这发案和史莱姆一块播 你确定不是中门对局 故事主要讲说的是 女社出累死穿越这一世界之后 靠打史莱姆变成满级 然后和一群蒙妹子的温馨日常 就是装扮看上去 像是去年的某羡慕女 一世界放二天养老翻 感兴趣的观众可以尝试一下 不要欺负我常敬同学 某些事情和高梦同学类似 都属于妹子欺负男主的故事 但不同于高梦那种小打小闹 常敬同学给我的感觉 就是这么一种性格 可能有点讨人厌 得亏遇到的是这种 打不还口骂不还手的男生 这要换到别人啊 估计就是直接大骂一顿 然后老子不干了 同样感兴趣的观众可以尝试一下 这部面的你催泪神作 原作就光看漫画 就光读都能够让我一猛战 不禁抹一把脑泪 其中左讲说的每一个故事都很感人 属于好好按照原作来拍 就一定能够成为 年度最佳催泪动画的实力 当然如果非得魔改的话 看个冰梦幻党男玩意儿 黑字都说不上话 次有我最期待的一部作品 千美中吧绝对不会输的恋爱喜剧 这标题 记得范巴也曾经说过 千美中吧基本都是 党生食物链的最底端 所以这个作者就直接把 可真是鬼才啊 总之又是一部党争炒骨饭 又到了选新老婆的世界 终于可以趁机暴走杀物了 虽然我个人比较推荐的一部恋爱的话 圣女的魔力是万整的 小兽女主被召唤金一世界成为圣女 但是并没有被认可 于是只能在王室 等会儿 你确定这不是国产动画吗 这不就是宫斗剧之类的套路吗 女性像动画 各位妹子们可以尝试一下 如果究极进化的完全沉寂RPG 比现实更垃圾的话 因为我们的男主的CV是熟悉的聪高 外家作者曾经写过《慎勇》 所以基本可以看到是 童老爷在另外一个游戏里面打小号 这如果交代爱情 感觉会很恶心 讲海王男主爱上女高中生的故事 老牛吃争草 女主都表示男主很恶心 同样属于接受了设定 就会看得很舒服的动画 集主夫道 讲黑帮老大遇到心爱的人 之后心悲洗手的故事 如果烧桃的话 也做个马克杯吧 讲一群少女被逃逸 吸引之后开启的青春故事 以及最后一部 《伊甸星圆》 一部充正冷冲冲 腰围氛围的动画 原作为腰围的作者 郑导 制作公司为节操室 嗯 还是谨慎点为妙 好了 那么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面 如果喜欢本期视频的话 也不要忘记点赞 关注支持